被电扇子变条纸 台东县选举委员会也玩创意 不仅制作各式各样的反汇选宣传品 更出动大批人马沿街发送 就是希望在剩下不到五天的选战 能够有个公平干净的选举环境 选出真正能为人民做事的公职人员 更寄出高达500万元的检举汇选奖金 像是检举县市长候选人汇选的人 最高奖金可得到500万元 检举县市议员候选人汇选的人 最高奖金200万元 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 以及村里长候选人汇选者 最高奖金50万元 除了要反汇选 台东县选举委员会也积极鼓励民众踊跃投票 更提醒民众投票的时候 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及投票通知单 以免无法顺利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 在这边有一些事项要提醒 以下我们的选举人 11月29号当天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 这是投票时间 各位选举人务必携带选举通知单 还有身份证、还有诗章 到选举通知单上面指定的投票所去投票 投票的时候务必使用选举委员会所提供的全选公 去盖印选票 千万不要用四张去盖选票 用四张盖选票 就会变成无效票 一张张选举公报上满满的候选人 谁才是您心目中的这家人选呢 就靠自己手中的那张票表示支持 东台新闻黄欣平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